纪录片看见台湾现在已经这个票房破了1亿4千万了 所以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了 你有印象吗 当中有一段影片是拍到了高雄后近溪 被工业废水给毒害 结果呢 高雄市政府10月开始调查 发现下族的凶手之一呢 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测试场日月光 纪录片看见台湾中拍到高雄的后近溪 整条溪水变成鲜艳菊红色 触目惊心很明显是遭受工业污染 高雄环保局清查之下发现元凶之一 竟然是刚创下营收新高的日月光半导体 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测试场 却排放废水毒害台湾 环保局拍下了照片 日月光高雄K机场排到后近溪的废水 冒出大量泡泡 9号到日月光机查 厂方不断病解 双方争执场面尴尬 那么希望日月光能够改善 能够承认这一部分的规避事实 这样的一个事情 避免大家会 不是啦 你这个 我说你一直在辩解嘛 你企业申请何准在这里 环保局只称日月光工厂 排放超标废水还不老实 到现在还在狡辩 原因就在于 10月1号在后金溪采集了日月光废水 PH值2.63 但在高雄K机场采集到的 PH值却很正常 怀疑根本是添加了自来水稀释 可能是恶意违规 日月光的废水 液含量一公升高达4.38毫克 要是民众不小心喝下 可能造成急性中毒或慢性中毒 最严重恐怕致癌 后果非常严重 日月光屡次排放这个废水 规避检查 用自来水稀释 60万是上限 那我们会在衡量 甚至有其他的不法利的部分 最重要是会予以勒令停工 被检测到废水超标超酸又含重金属 日月光工厂仍不断辩解 只说是机械故障 让环保局痛批不知反省 而且翻开日月光的违规记录 100年两次都是稀释废水 101年三次违规 是放流水不符标准 环保局10号上午再读到后机器采样 PH值已经恢复正常 不过10月份超标违规是事实 还可能添加自来水稀释 恶意蒙蔽环保局 不过毒害的却是下游 上百公顷的农地余温 看见台湾 却也看见未来隐忧 记者林正言 刚某周高雄报道